主料,榨菜两包,瘦肉二半五十克,米粉三个,辅量,油,盐,姜,糖,蒜,酱油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准备好食材,瘦肉切丝,瘦肉用酱油,姜,蒜,油,盐,搅拌均匀,进行腌制一小时,下油锅,把瘦肉包香, 接着放进榨菜一同翻炒至熟,捞起,锅里倒进清水,但是煮味后加进米粉,接着加进少许盐进行调味,盖上锅盖煮熟即可,煮好后捞起米粉,放进肉丝,再倒进汤水即可,烹饪技巧,瘦肉不需要放太多盐腌制,榨菜也是有行为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